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在上周的影片中呢 我们在日本横滨的文具女子博 度过相当愉快的文具时光 这次的初登场经验实在令人是印象深刻 今天承接上一集 详细的记录我在文具女子博 接触到的美好厂商及文具们 第一个品牌 他们家的小尺有获得大奖 我还注意到这些小便签 像是这一款长月 前面的页面就一片紫色而已嘛 可是呢,加上后面 看起来一片白的这一张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的图案 那依照不同的主题 像这一版紫阳花 你搭配这本后面 凉图纸加白色印刷的纸张 就会发现呢 怎么变得这么的美 很有创意吧 继续来看到 酷酷又出品 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的测量野障 主打方便携带 又是好写的硬壳设计 在文具女子博 因应文具茶会的主题 可以看到封面 变成缤纷的小甜点们 会场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具符带 以及笔记本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是这一种长得很像沙发的笔带 摸起来触感很好 有一点毛绒感 然后把拉点拉开 内容空间还不错 还有一个特点是可以把它全摊平 立刻从迷你的沙发靠垫 变成一张迷你床 很有质感 设计也很可爱 我在迷洞里摊位 被他们的陈列吸引住了 各位看 他们家把商品弄了 粉、蓝、绿、紫 这样的四色分类 这样的分类是把限定的商品 和先前已经有的一些品项 依照颜色来区分排列 一眼望去相当舒适 这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手帐 封面和我们看到过的三年日历很像 但是里面是教你怎么样写 还分享一些人生QA 接下来它是日期区分的 所以1号对应的是1月份的1号 2月份的1号 它们都是在同一个页面 彼此类推 那像30号这一边 2月的区块就是空白的 等于是写满一整年 你就可以检视、对照 看每一个月的哪一天过得怎么样 很棒棒的设计 而且整体不会厚重 另外还有这种纯色的本本 基本上蓝色、绿色和紫色 都是相似的搭配成列 全部摆放在一起就特别疗愈 那这4种颜色 还有对应的限定商品 是这种烫金转印贴纸 烫粉金、蓝金、绿金、紫金 一图使人全包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们应用在手帐或是本本里面 表现有多优秀 而且也不只是4色限定款 还有这种依照主题区分的转印贴纸 每一款都好烧啊 好,我们来看到启文社 先前在杂货女子伯 有体验过这样的活动 你可以先从这些漂亮的纸盒 呈出自己喜欢的小盒子 然后呢,把这些漂亮的纸张 全部装进去装好装满 只要不超过它限定的厚度 就可以把这些美丽纸张 连同纸盒带回家 那当然也少不了这位文君女子伯 我所设计的限定纸盒 里面呢,已经有装好了将近满的纸张 都是不同的纸材花纹 42种花色各3张 两款盒子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旁边还有这种 看起来很秀珍的美丽小纸盒 依照不同的封面主题 里面是放满了火板印刷的纸张 那旁边这些比较薄的 打开来看呢 里面是不同尺寸的小便签 真的是让人很疯狂的一个区域 哦,那这边呢,还有这么多纸胶带 以及半透明的描图纸材质纸张们 它们是以日本不同县市为主题 上方会有该地区的象征或是代表物 这边也有台湾耶 来看一下台湾的象征是什么呢 哦,是小笼包还有台匹哦 是不是很欠买呢 另外呢,这种两用便签 也非常有特色 你这样看起来就是单纯的一张便签嘛 可是,它一张都可以分成外圈和内圈两张便签 而且之前在台湾买代格偏高 这边的CP值真的是太感人了 我们放眼望去 这个区块都是同一个品牌 先来看到这边 它们蛮多这种选外壳再选内容物的设定 先挑选一个喜欢的盒子 然后呢,就可以从这些贴纸品送里面 全出20张你喜欢的小贴纸 这样子整盒都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哦 快乐 我们来到MindWave 这是一个成立超过30年的品牌 专门制作可爱文具和杂货 目标是要开发出让人觉得 好想要的商品 先来看到它们的盒子胶带 排列成彩虹色也太舒服了吧 超想要的耶 再来呢,还有这些 各种不同规格主题的小贴纸门 像是这一款甜点和料理门 都是先行贩售的 当会场有设定说买三张就会送资料夹 所以我就选了几款贴纸啦 而且它们家除了一整张的主题式贴纸之外 还有一整包的这一种哦 我觉得很适合当成品贴素材 在这里面呢就是会挑到病鬼 插紧失心风真的还好理智还健在 以珍惜每一天为创作主轴的Himekuri 有一款曾经在2018年 获得日本文具大厂的商品 就是结合了日历和便利贴功能的可年贴饰桌粒 我们在两年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哦 今年呢可以看到有这么多款耶 这些小可爱就是摆在桌上呈现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每一张都是小便利贴 所以过完一天或是过了一个星期 你就可以撕下来全面换星 还可以贴到小本本里面当成日附贴纸 有这种黑白简约风 还有这种文字版 以及这个超级爆炸漂亮的花花风景耶 我真的是超爱这种七彩斑斓的美 我的天哪这样的星期阴到日 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花色 超级好看 超级诱人也超级香 另外呢还有动物版本 就仿佛是你到了动物园参观 那至于甜点 也会告诉你有什么样厉害的点心 这种手灰风格是不是超级好看呢 那再来再来 这本很棒的变迁本本 你看它封面画了什么 内容物就会有什么颜色哦 像这本冰淇淋汽水 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的配色有樱桃红 还有冰淇淋的白色系 以及下面苏打饮料的清凉蓝色系 那如果是猫咪款呢 比方这只橘色猫 就会是这一种花色 那中间的粉红色呢就是耳朵还有猫长啦 至于草莓蛋糕是红白色系组成的 而且各位啊 它就算是有好几层红色 材质也都不一样哦 像这边的红色和这边的红色 就是不同的材质 相当有层次感也很有诚意 我真是爱到不行耶 好的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我在网路上有看过 第一次见到本人的童话说变迁 特色呢是外壳做的很像是小书 里面的变迁纸 是和故事相关的主题 不过哦 他们很厉害的是 上午才开卖没多久 就已经有很多款都已经卖完了耶 我的天啊 还有这些变迁 我也觉得很酷 他是和公泽贤智 还有借穿龙之介 这些日本作家的作品 进行文学和图像连结的本本 真文青就应该拿一本在手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有其他变迁本的品项 都很想要全包 像这些内页啊你看 有烫金啊有烫银啊 哦好烧好烧哦 同样是变迁和便利贴 这个品牌的风格又不一样咯 看看这个小花便利贴 是用这种带有透明感 有点像描图纸 但摸起来又蛮柔和的纸张制作的 它是可以使用油性笔或铅笔出写 就算你不使用 拿来当装饰也是非常美的物件 而且它们呢不只是有植物 还有其他不同主题的呈现 诶 这边还有蓝角器和三角板呢 甚至呢有这种带有 水彩笔出的便利贴本本 是不是也超美呢 那品牌在现场呢 还可以任意挑选三款便利贴 只要440日元 有花卉 动物 还有食物 各种不同的主题 而且这边每一本 不是说只有两三张而已哦 它是这样子的 算是有一点厚度的便利贴 诚意十足 好 接下来是出了很多生活用品 但玩具商品 表现也很亮眼的新灯射 我们先看到的是扭蛋 这里面包的是 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小尺的卡片 一共是有9款滑色 每一款都只有5公分 我觉得它和我们的手杖非常相配 因为写手杖不需要特别长的尺 这样子刚好拌面可以使用 再来这边还有纸招带扭蛋哦 这里面都是盒纸招带 14款的花色 是历年来推出的品项 很可爱吧 继续来看到这边印章区 你可以先拿小盒子 里面选两颗黄色标注的印章 这边都是长方形规格的花卉居多 再搭配这些标注蓝色的 方形花边印章两颗 你甚至还可以pick它们的铁盒 来挑6款的纸胶带装入 另外这边还会有纸张装到宝的活动 它们会提供这种透明袋 你可以任选纸张 只要你放满不要破掉 就可以把这些美丽的纸材都带走 而且它们至少提供了30种的美丽纸张 种类非常丰富 也不用怕活动会场位太挤 因为它们是有场控人数的 不过排队的队伍实在太长了 我只能够远望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品牌 是我们先前就已经买过的好朋友 虽然我依然觉得这样子的包装设计 收纳上有点困难 但很多图样都非常的美业 一起来扫尸一下 它们有这种很可爱的sample展示 是用这样子的小圆卡 把每一款作品贴成圆环 中间再写上这一卷作品的内容重点 这一回先行贩售的内容呢 是这种单张贴纸 和一整卷盒纸交代的套组 主题是比较复古文青类型的土样 有服饰类 小点心和吃茶等主题 至于日本很常见的樱花主题 我们先前已经收过几款了 这次又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樱花哦 它们贴起来会变成这样子耶 可以自己组合 但至于文具女子博的限定先行贩售 是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系列 这边有爱丽丝的下午茶会 还有相关元素呈现 总共是两款 一款比较彩色系 另外一款是这种海军蓝的风格 图案相似但配色不同 真的是会烧到人哦 哦我们再看到这个 一九堂的贴纸 这个设计非常特别哦 你看它的贴纸背后 是完全没有被焦的 这样子完全透明 利用静电 就可以让它附在物体上 我们来实际应用一下 就是这么厉害 而且它呢 还有不同的图案设计耶 超级炮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厂商 把纸胶带做成了点心 虽然说现在这种 拉条使用的核心胶带 我已经很少购买了 可是这些点心也太可爱了吧 除了陈列本身就像点心盘之外 它的绘画风格 搭配点心上的烫金 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想买 或是说想要品尝美食的冲动 厂商呢还设计了点心外壳包装 选一个喜欢的盒子 再任选三组点心包进去 就是你专属的纸胶带下午茶啦 送你自用量相宜 而不止点心 品牌还有其他的主题 搭配不同烫金工艺的纸胶带 从这些厂商的纸胶带新品 可以看得出来 这和目前台湾的纸胶带使用方式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 比较相似的地方呢 是各家品牌对于美 还有工艺的使用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追求 哦对了 它们还有这些贴纸 以及水晶印章哦 好的我们来看到文具三明治 这家品牌的店员啊 都穿得很像烘焙业者耶 不过他们没有提供饮食 产品呢是客制化笔记本 这些本本可以自己选外壳 吃不同的面包皮三选一 再来挑选四款食材 把你的选择交给店员 他们就会帮你制作成三明治笔记本啦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细节哦 是他们会把做好的三明治笔记本 放进这一种很像是用来盛装食物的袋子 完整呈现贩卖青食的整体流程 超级可爱 我们在看各家文具品牌的同时啊 看到熟悉的身影 是我们台湾的国中小学生作业本哦 应该说是倍感温馨呢 还是回想被作业支配的人生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是数学本本被拿来当成旅游记事 是很诙谐有趣的设定 这个品牌出品了很多贴纸 纸胶带 还有印章墨水等商品 这一次要特别介绍的是墨水 因为品牌来自奇遇县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家的墨水颜色 都是用奇遇县的地名来区分的 像是月生梅林 就是这一种优雅的紫红色 那草家煎饼 看起来就是煎饼色 我们拿梅林来试写一下好了 因为太近我自己很难对焦 不过写起来真的很饱和 颜色相当好看 前前有出过非常多好用的 荧光笔和柔绘笔的Mildliner 这次推出很有趣的墨水 还有尖头的笔款 你可以用这种尖尖的笔头 选择A颜色 然后呢再在笔头的三分之一处 沾B颜色的墨水 我们来看看会怎么样呢 哦完美变色哦 就是会这样子从B颜色 慢慢渐层变回A颜色 而且还不会让整只笔都染色 变不回去哦 超级强耶 而且他们家先前的荧光笔 也可以搭配这样子的墨水使用哦 镜面效果也会有差异 目前是有9款墨水颜色 预计会在明年发售 各位看一下 他们搭配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都超级高级的耶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漫画产业很兴盛嘛 那漫画人家使用的沾水笔和墨水 当然也没有缺席咯 各位看一下 厂商推出了这一种 墨兰迪色系的墨水 涂成一坨呢 会有这一种纹理感 有一点厚度的样子 而且无论是在白纸或是黑纸上 都有很好的呈现 再来印章空门看过来吧 写机大家推出了新的 淡彩色系的四种颜色印台 不过呢在这张卡纸上的呈现很淡 真的是非常淡彩 画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款的印台 大致呈现的色泽 是这样子 比较偏向印章壳子上 下方再淡一点点的颜色 好了我们来看到这一片 琳琳满目的相片印章啦 这些是品牌的原创作品 有生活类、食品和用品等各种 不同类型和大小 在这个区域啊 我迷失了很久 因为我很难抉择 到底要选择哪几个 那当然啦 你可以直接选一套配好的印章 像是文具啊或是食品 它们都会有搭配好一整个系列的规划 好的 那我们看完了木质印章 来看一下 Kodomo no Kao的商品 这种印章 可以叠加很多不同的颜色墨水 各位看一下 这个冰淇淋汽水是不是很缤分呢 那如果你这些颜色用腻了 不喜欢 还可以换颜色哦 我们拿烟火来示范 各位看 盖起来是这样子 然后店员在现场直接换颜色 就立刻变成了新的烟火耶 直接改色 而且墨水的颜色还很多 它们提供的图样也不少 这种可以自由搭配的产品 好心动啊 另外呢 那之前有看过这种可爱的按键硬牌 一整排都是小巧可爱的图案 你可以单独盖章 或是像这样子 当成键盘按钮来按 不用太用力 就可以获得一整排都可爱咯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Zoe推荐我的品牌 虽然呢 我还没有入蜂蜡坑 但我很喜欢看人家玩蜂蜡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使用这种蜂蜡的炉 里面可以放小蜡烛 上面窥着蜂蜡 里面摆上蜡粒 等待融化之后再使用 所以品牌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传统套组贩售嘛 But 就是这个But 品牌有这种插电 加热式的蜂蜡电气炉 你可以一次加热两匙蜡粒哦 好厉害耶 小菜鸡我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品牌现场搭配的蜡粒颜色啊 也都非常有高级感哦 等比较空闲的时候 我也要玩一下蜂蜡 看可不可以配出这么美的颜色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特别为了参加文具展会出国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兴奋和开心 希望自己也不用忘记这一次 看见的所有喜欢的文具品牌 所以就花了很多心力记录 感谢各位在过去这一年 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星期天晚上 那我们就以心灵富足的文具控行程 来当成今年度的收尾吧 2023年最后一支影片 由我们非常丰富的文具女子博记录来进行收尾 希望大家回首这一年 都可以感受到心灵的富足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分享喜欢的文具 推荐热爱的品牌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大家明年见啦 拜拜